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人家轮资讯 流水迢迢应该是最近热播剧中 人格分裂最封批的一部作品 女主被男主追杀了三次 最后居然还能爱上男主 真是恋爱脑中的天花板 听说本剧还是悲剧收场 真是想看又不敢看 上播多日都无法全情投入地追 害怕眼泪不够流 这都是主角人家轮惹的祸 自从之前追过人家轮的周生如故 如今在看人家轮的古装戏 总觉得他脸上还残留着 小南辰王血淋淋的悲惨 在周生如故中 人家轮的小南辰 年少成名 战功赫赫 因奸人所害 被踢美人骨 而小南辰王的徒弟十一 得知自己师父被踢美人骨后 身陷绝望 身穿红色嫁衣 从城门楼上一跃而下 一场克制坚韧 可歌歌气的旷世绝恋 让一大批观众看完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 人家轮也因此被封为永远的小南辰王 而流水迢迢人家轮是掩月落成少主萧无侠 家破人亡 忍辱负重 化身未昭潜伏梁国多年 人家轮的未昭身姿卓绝 容貌绝美 眼神总是透露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寒光 那个曾经是一方霸主的小南辰王如今身换铠甲 重新归来 流水迢迢开播 第一集人家轮就首任女主李兰迪 不断追杀她 还刀刀致命 视觉冲击拉满 剧中人家轮的残忍封批 不懂怜香惜玉的做派 着实让人不适应 然而 情种就是情种 人家轮这张英俊 与生俱来就有王相的脸 天生就演不了坏人 人家轮的魏昭对女主江慈不断围追堵截的追杀 江慈服大命大 多次被剑顶侯裴眼所救 魏昭杀一次江慈 裴眼舅舅一次江慈 三杀三救后 三人的情感和缘分变得微妙起来 如果是换作现代 一个杀了自己三次的凶手 无论他长得多帅 多么温柔深情 家世背景有多雄厚 一定会躲得的远远的 这是妥妥的暴力倾向啊 而相应的 大多数人应该会爱上多次救自己的男人 毕竟女人都逃不过英雄救美的英雄观 随着剧情的发展 魏昭 江慈 裴眼三人不断接触和了解 江慈发现魏昭为人处事干净磊落 在外出办案时 又多次救自己的命 心里装满恨意的天秤 居然逐渐向爱意倾斜 果然 女人都逃不过英雄救美的英雄观 哪怕这个英雄曾经杀过自己三次 而剑顶侯裴眼 在第一次救下江慈的时候 江慈心里应该就已经心生欢喜 加上剑顶侯裴眼是江慈下山后 碰到的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男人 女人心中的暗恋连衣早已荡起 和裴眼接触久了后 江慈发现这个风光无限 权势滔天的侯爷心中装满了算计和城府 不仅利用自己查探未招的身份 还企图包庇不利自己权势地位的宁臣 心中的倾慕也变成了想要逃离 所以男人永远不要小瞧女人 女人一旦感觉到了欺骗 无论你有多爱她 时机一到就会马上掉头离开 她也会忘了你曾给对她的好 流水迢迢已经播到18集 人家轮和江慈的感情线 还只是发展到眼神上的喜欢 心灵的契合还没开始 说实话真的是有点磨磨唧唧 情感线发展实在是太慢了 这可能也是本剧上映后高开低走的一个原因 剧中人家轮应该是一位英姿萨爽 沙法果断 运筹帷幄的一城少主 但似乎没能拍出这种降帅之气 期待接下来的剧情能够逆风翻盘 故事惊人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人家轮的新闻资讯